都是黄瓜吧 快吃不起了 快吃 只能吃肉了现在 在市场上 可以看见琳琅满目的绿色蔬菜 堆得像座山 一旁放上价格标签 让中国民众购买钱好犹豫 就是因为菜价实在太贵了 百姓苦喊 还不如买肉来吃 树木被风吹得摇摇晃晃 农地里一片汪洋 持续暴雨 水都淹到半个轮胎高 七月台风清洗 让中国多个蔬菜区泡水里 导致数量大减 不得不提高价格 近一个多月来 受连续降雨降温等天气因素影响 部分地区的蔬菜供应趋紧 价格大幅上涨 尤其是叶菜类涨幅较高 部分叶菜的价格甚至高过猪肉 菜比肉贵的现象 就出现在同一个超市里 一斤的菠菜钱 就可以购买两斤猪肉 或者三斤的鸡肉 根据调查 一斤菠菜就要12元人民币 大约52元新台币 现在空心菜换算下来 要约60元新台币 小白菜也是将近40元 蔬菜价格就像是滚雪球一样 周周翻倍涨 不知民众贪犯也苦不堪言 即使中国官方一再保证 会保障人民的米袋子及菜篮子 但菜价飙涨比肉贵的状况 恐怕还会持续到春节 也让收入较低 生活辛苦的民众 今年的冬天 可能出现飙寒交迫的窘境 东森财经新闻 杨昭福一文 最好报导 看盘中算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 股市直播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 股市直播